好吵 我自己其实参与过一部篮球的记录短片 其实就是在拍高中联赛里头的一首高中球队 那首高中球队其实我在整个拍摄过程的时候 我是非常的惊异了 因为我觉得教练讲的每句话好像有人帮他写剧本 对 他讲的每个话都很有力道 他会跟球员说靠你一个人杀是不够的 你要随时帮你自己准备好 对就很多台词都很有力道 对不起不是台词 他说出来的话 下半场这部电影最早的想法是在2012年 就是一个金马创投的项目 对那时候其实就想要拍一个篮球的电影 对那坦白说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角度切入 因为不是球队就是教练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好像都流于有点拍过 拍过我印象中的感觉 然后我其实是看到一个新闻事件的标题 那些兄弟戏场场上对决 这则新闻是一个高中联赛的 篮球的新闻这样子 然后他是真实的一对兄弟他们在场上遇到这样子 坦白说这个亲兄弟在球队里头是很常见的事情 对 只是说这则新闻标题让我很多想像 因为其实球队场上五个人场下可能是几个人 对其实这帮也是你的兄弟 你很多时候生活二来四小时生活在一起 很多球队是住宿集体生活的 对就是他可能都比家人还要亲这样子 那跟着这群兄弟你在场上面对的是你的亲兄弟 那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性 那我们拍篮球 就我也想不到要找谁 就是五指 我们其实也找过一些五指的动作指导 这变成功夫篮球 对 可是我们也不想要变成功夫篮球 那时候拍的时候 那时候 功夫篮球 对不起 我没有说功夫篮球 那你说困难的是 就是你要透过一个篮球比赛去呈现的是角色内心的心理活动 对 把内在的东西外显在动作上 让它不只是一个篮球比赛 对 摄影师比较累 我还好我就是作者 对对对 没有没有 我也累 我那时候脚也很痠 因为那个球场 对啊 因为我喜欢到现场跟演员之道 我喜欢拿着大神功 拿着霍音的 在远远的跟他们说 我喜欢到现场 但是到现场就会走很远 然后再走回来 走过去 可是最累当然就是摄影师 摄影师要 有一个就是拿着那个 就是拿着机器 然后都要跟着他们跑 对 那他也很辛苦 他就是 他就是 对他来说就是一个 瘦身的过程 对 印象最深刻啊 其实很多都很印象深刻 那其实是这群人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这群球员 因为我觉得你来每次拍戏的时候 你会遇到不同的演员 有些有经验 有些没经验 有些是素的可以 你是从头开始训练他们 所以 在这个电影里头 其实有七八成都是素人 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的演戏经验 他们过去就只有在球场跑来跑去 对 然后可能私底下很爱闹 可是在镜头前 他 他不知道如何表现 他们这些人 透过扮演的训练 从表演的训练 然后一直到篮球的整体配合 球场上是一个球队 球场下他们也是 就是 他们也是同一队 那这些观众呢 一天至少来两百个 最多四百个 那当然 哦对那一万五千人是种上去 这一队兄弟 镜头前镜头外 我有时候在拍哥哥的时候 弟弟就在旁边哭给他看 他也没有在镜头上哭 可怜干嘛 那我拍到弟弟的时候 哥哥又会帮他 然后 然后这个帮啊 还到后来他们心里还会计较 不是计较 就是还会 就是自己很难过说 为什么我不能在镜头外 帮到他这么多 就是哥哥还会这样哭 我想你哭什么 对 这样已经 对对 反正就这样 声音的设计 其实在整个电影制作环节 是我很有兴趣的一块 因为我总觉得这些声音 会帮助到角色 帮助到情节 帮助到整个电影 对 所以其实 整个做声音的时候 我一定会先从角色出发 就是他的感受是什么 外在的感受是什么 心理角色 心理 心理状态的变化 会不会影响到 他那种外在的感受 所以其实就是从角色出发 帮助到尽量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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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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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